大家好,我是家军阿姨 我对广州的认识最早来自于小时候看的反特电影 《阳城暗哨》啊,《秘密图纸》啊,等等这些老电影 那时候只知道人家的楼下是带走廊的,喝的茶是凉茶 对广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南方城市老有一种好奇,有一种向往 前都是看老电影里头有广州的镜头,都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呢,我亲自到这来了,是广州的老城区恩宁路 这的骑楼保护的特别好 都是老建筑 在这个广州老街道上走走,感受一下老广州的风情 到了广州,除了要看骑楼,还一定要去看西关大屋 正宗的西关大屋,这还是个保护单位呢 所谓西关大屋就是以前当地有钱人盖的大房子 这一地区最有特点的就是这个烫龙门 烫龙门一共有三层,前边这个矮一点的叫屏风门 中间原木横的是叫烫龙门,里边是普通的大门 烫龙门实际上是一种防盗门 它最大的好处是,又起到了防盗的作用,还能通风换气 这儿的住宅都是这种门,而且都在用 这个小巷子真好弥漫着对花的香气 满洲窗 它就是彩色玻璃的,一小格一小格了 满洲窗也是这一带民居的一大特色 这附近还有两个博物馆 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都没有开 广州立湾博物馆 没有开馆 小民俗博物馆也没有开 修这么好的不开 不可惜呀 常听人说广州西关风情 走过西关这一带,我的体会是 风情就是快制人口的粤菜美食 设计精美的建筑 构思奇巧的烫龙门 悠扬悦尔的乐剧 总之是这一地区特有的文化 谢谢收看,欢迎您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 说明天赏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